国外的势力严重地干预到两岸的关系 在民进党方面 它是一昧的亲美一日 而它在政治上反中仇中离中 它用的方式很多 所以对中华文化 渊远流长的这种认识 对我们下一代这方面的教育 我们更要加强 因为那是我们的命脉 我们的根 而民进党正是去之而后快 我们说离主背中的做法 就是民进党现在逐步在进行当中 而且也是最可怕 最可恨的一件事情 对于九二共识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两岸共同谋求未来国家的统一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要讲得很清楚 而且很勇敢地讲出来 也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 国家的统一 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对全体的中国人 有些什么样的好处 两岸能够有这个共识的话 也就是互利互荣 一定要往深水区里面去做 我们不要划定自信 很多事情我们就一步一脚印 不要有所顾虑 不要有所害怕 我们只要努力往前走 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我相信是会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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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是会有预备的